僵直性脊椎炎 谢先生21岁 驻加拿大 大学毕业后读硕士班 但因病休学 患病半年多 医生诊断为僵直性脊椎炎 背部严重弯曲 胸部疼痛 手脚冰凉 无法久坐 2012年7月29号当晚 接受原始点全身按推 因不能扶握 改用侧握方式 按推与温敷交替三次 约一个半小时 痛点偏重在上背部至间椎之间的原始点区域 按推完毕 发现背部弯曲已明显改善 主腹24小时温敷远离寒凉食品 并大量饮用姜汤 7月31号上午 接受第三次按推 谢先生主动要求俯卧 按推力度稍加重 患者仍能承受 全身按推与温敷交替三次 共约一个半小时后 痛点的疼痛程度减轻 全身舒畅 身体更直 头部的抬起度也明显改善 患者重新拾回笑容 9月份谢先生回台湾到基金会接受辅导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按推 并配合运动 温敷 喝姜汤等 持续不断 身体状况明显改善 在2012年11月26号 开心地回国复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